天安的家人们平安 这个第一支军队就是一直在突破 为了爱 我撇下我里面所真爱的 其实是在讲这一篇我的见证的时候 我里面是蛮 是有很多很多的情绪的 但是很感谢神 透过这样一次一次的操练 我越来越认识这位爱我的神 因为我们这个操练都是在九月底前教的 那在这个九月十五号的时候呢 在礼拜二的晚上我们左营小家在导读的时候 我心里就在想说礼拜三的早上呢 我想要去参加承岛 我好久的一段时间没有去参加承岛了 那但是呢因为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再加上我美国的大伯打电话给我 告诉我我女儿的状况 当时我的心里是揪着的 因为呢他大概有八天都没有跟我们联络了 他在生他爸爸的气 因为这样呢我就没有去承岛了 后来呢传道打电话给我 他就提到说有关于要成为一个监督者 他要我为这件事来祷告 然后呢他希望这段时间我先生不在 他希望我能够常常来承岛 然后有空的时候呢就来祷告事 来祷告领寿 然后多来教会 来就是知道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 万一他将来要去美国去哪里 我就比较能够了解这个全貌 当我听完传道跟我讲这些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那时候 我心里那时候是一边在敬拜的时候 我就一边来跟神哭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力气 那我一边跟神说 我就那时候我真的我心里很想去陪伴 我在美国的女儿 因为因为这次的疫情 他在纽约大概被关了五个月 也没办法去上课 然后呢他呢 有参加了一个写作班 在那个写作班呢 有一个他遇到了一个 就是有一个医生要追求他 那这个医生追求他 我女儿拒绝他几次 之后呢 就发生了一连串 就是说他的手机也被hike 他的电脑也被hike 就是反正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一直骚扰他就对了 那他在他住的那个地方 他就觉得很不安全 那我们就说那你要不要回来加州的家 这样子 那我当时我真的很想去美国 当我一想到我女儿的时候 我心痛的时候 我就一直来赞美神 赞美真的是一把力气 我就一直跟神说 哈雷路亚主我赞美你 主我赞美你 主我赞美你 我为这艳艳来赞美你 我为这艳艳现在所发生的 所有的一切的事情来赞美你 我就一直跟神这样子 一边哭一边来赞美 然后呢 我也跟父神说 父啊 你是个信实的父 你叫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的 曾经耶稣跟我这样子说 叫我把我的女儿交给她 我说这是你的应许 这是你的应许 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 我就一直这样跟父神说 一直这样跟父神说 我要经历你话语的真实 因为他说 为着福音撇下一切的话 你在今世能够得到百倍 这是他的话语 他对我们每一个人这样说的 我以前读到这篇经文的时候 我不能解释说 什么叫做 为着福音撇下一切 能够得到百倍 这句话 我完全听不懂 完全听不懂 但是在这一次 我们的福音部 在8月26号 那一天开始 我们整个福音部 在每个礼拜三 就来为着 慕道友来祷告 每个礼拜三 所以当9月15号 我接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 我的心想去 可是当我安静下来 等候神的时候 我里面有个声音 在里面说 为着福音撇下一切 当我的里面这样子告诉我的时候 我就来跟父神这样子讲 我说好 主啊 我来经历你这个话语 我来经历你这个话语 这个是在9月底之前的 我们的操练 现在10月 10月底 10月底了嘛 我真的很感谢 11月1号了 我真的很感谢神 他做了非常快手笔的工作 假设我也要感谢 我们的第一支军队的操练 假设我没有这样子的操练 即使我信主多年 我会按着我原本的个性 去到美国 去照顾他 在这一段那么低潮的时期 我一定会飞过去的 可是因着 有这样子的一个很扎实的 很扎实的一个操练 让我真知道 有这位爱我的父 有这位爱我的父 你知道我们的父 真的是做一个很快手笔的工作 在10月4号的时候 他让我的女儿 从加州回到台湾 然后在10月14号呢 我们的福音部 也如期的 第一次正式的邀请木道友进来 神给了我们20个木道友 真的很感谢神 这一切都是神做的 我到目前为止 都还在经历神的 他要给我的百倍 他是爱我的父 他是爱我的父 我在这几天 尤其在昨天 我特别在里面有个感动 在奉献这件事情上 我非常的经历 神的十倍百倍 我非常的经历 在这几年当中 神非常非常的信实 可是在为着福音的缘故 他叫我撇下的时候 我正在经历他的百倍 而昨天呢 我心里面有个声音 出来 神 他 一本万利 什么叫一本万利 当你 我们如果用一个投资的眼光来看 当你愿意为着神的爱 来撇下一切的时候 神 真的是一本万利 我相信 因为我对神有这样子的信心 一切荣耀归给神 谢谢主 神 诶 刚刚听到以色帖讲说神是一本万利 那好像感觉说是不是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眼光 这个思想要投资在哪里 神啊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们到永生这边好不好 我们再重来念一次耶稣说预备 请 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 阿们 好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的玉琪以及志龙 各位家人平安 感谢主啊 我刚刚听以色帖说参加第一支军队是突破的过程 对不对 我的感觉是拔皮的过程 拔完会长心肉 好那我其实这边是领受 其实那个刚刚的永生事上是我们这次顺服的一个经文 那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少年人来问耶稣说怎样才能得永生 耶稣说你应该要变慢你所有的来跟从我 请问后来少年人要不要跟 不要悠悠愁愁的走了 那我看到这个时候 好像神就一个亮光刺进来到我里面 那给我想到一段经文 耶稣在伯大尼 马可福音14章3节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疯的西门家里 作息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玉瓶置贵的真拿达香膏来 打破玉瓶把膏交在耶稣的头上 为什么神让我想到这个经文 你要想到玛利亚跪在耶稣的脚前 她不是贵而已 她是把她很珍贵 一辈子据说是这一位女性 她一生的最宝贵东西打破了 然后就是陷在耶稣脚前 那如同那个少年观一样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就是要变卖所有来跟随耶稣 好 你知道耶稣这种要求 我们一般人不容易做到 因为那是最宝贵的 最珍贵的 也是往往那个东西也在比喻说 我们真的很看重 我们很紧抓的那些香膏玉瓶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 那你要线上又很难 特别是钱 就是对人实在是很大的试炼 那我用钱要忙着赚钱 所以神为什么要用这个来打到我里面 是因为我一个东西没有打破 那就是我的时间 但是你觉得时间没什么 每个24小时 但是我时间要换钱 所以我就说我在被拔皮 那我觉得那在生活 就像刚刚庆慧有提到 其实就是神让我去感受到他的爱 我满了之后 我就开始学习去爱人 所以我也很感谢 我特别这边讲 其实真的是来到这个教会 很很愿意被拔的情况下 神的爱就交惯我 然后就一次一次的 让我经历到他的爱的能力 不是我能够说 也不是我怎样就能够换得的 那我在2017年 那时候就是我讲前一年 曾经被医治嘛 我也真的感受到 真的就是神亲自医治我 所以隔年神就呼召我要为校园来服事 那当时其实我笨笨的 因为还不够明白什么叫异象 可是还好我顺服 就顺服然后就开始走岛 开始找同事设计坛 然后就开始会想要传福音 以前都不干我的事 因为我要赚钱 所以时间没有空这样子 可是还一直做一直做 也去有圣诞茶会就找学生一起这样子 那真的在很忙的当下 我学着撇下 就是撇下我时间就是金钱的这种想法 我就开始 很忙我就要去传福音 很忙我就是要找学生来关心 就是要分别自己 硬要分别就这样硬做 我觉得当我开始愿意硬做的时候 就在今年也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我们学校附近 只是一个人来学校打球 这个人确诊 全范围的人手机都收到通讯 就是你怎样 所以其实这是非常紧张 但是这当中 其实我昨天听到一个信息 就是说大家不要看环境 当你看环境你会软弱 但是你要知道 这环境是神兴起 神要做更大的事 我就觉得在信心里我就进来了 所以我就开始 去真的去关心每一个 神显明在我身边的学生 然后就知道他需要 不是课业上 是他身体上 是他各方面学业上的困难 我去关心他问他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帮你祷告好不好 好 那当中还带了 至少有两三个人 绝制祷告 那有几个还没绝制 他也愿意让我为他祷告 那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例子 是因为我曾经带一个学生绝制 可是他一直不愿意 在follow 他就是会拒绝我这样 那没关系就是祷告 那在今年疫情的时候 他被突然发高烧 学校把他隔离 而且很快的隔离 当天马上隔离 隔离到那个宿舍 是我从来不知道 我在成大二十几年 不知道有那个地方 你就知道 把他放在多远多偏僻 为了避免群聚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 最怕就是这件事 然后我知道 事实上学校有学校做法 我会非常体谅 可是对学生来讲 是他承受不起 因为他还没被确诊 就马上被隔离了 而且就去放在那边疆地方 我就马上赖他 因为跟他 他是我的DA 我常常要跟他联络 我就赖他 然后问他说好不好 他就很紧张 因为他从来没有 这么快看我的LINE 他就把我放着 已读不回这样 等到很久才回我 那天他很快就回我 然后我就知道 他害怕了这样子 然后我就问他 关心他 后来我跟他说 你再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 我相信我的神会帮你 他说好 我就马上带了他祷告 然后后来电话放着之后 我就开始想 他要隔离两个礼拜 他不能出来 而且在边疆地方 我问他吃什么 他说就固定有人 订便当进来 他才吃 我说他就这样三天 一天三长十四天 我想起来 其实满天他难过 后来我挂电话 隔天要上课 因为要备课 要教课 后来很忙的时候 我那天下午我就 提起精神 去超市 因为十四天 我就开始要帮他算 买水果 水果不能放 因为没有冰箱 是零食屁的一个隔离宿舍 然后就帮他买干粮 然后就帮他弄好 一大袋很重 我已经上课很累 然后呢 他们那个宿舍还不能 你要进去就进去 因为那个是隔离宿舍 所以你只能交给管理员 然后固定时间交 就像进入加户病房一样 下午三点才能去 这样 我要等他 我要配合他 整个过程让我 非常的觉得 不方便 可是我觉得神让我学习 就是把他做完 之后我做完之后 主耶稣啊 谢谢你 我以前不可能这样的 那神让我做到了 感谢神 对 谢谢 然后我觉得 再讲一个 对不起 再一分钟 因为我觉得今年 我刚好开学的时候 非常的忙 我突然的挂急诊 而这个学生 非常的贴心的 他因为是我的TA 所以他就 帮我handle到好 我其实因为没有力气管他 没有力气管课程的事 我请病假 但是线上的东西 我真的累到不行 他整个把我弄到好 所以我相信 凡祝福人的 神就祝福他 感谢主 阿们 大家好 我是志龙 对 然后 刚好那个 传道 然后在那一次 就第一支军队分享的时候 他 然后有说 如果能够附上照片是更好 所以昨天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照片 我觉得也是提供 大家可以看那个照片 我相信 照片比我会讲话 然后神也比我会说话 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 一路的一个经历 我从大学毕业以后 开始在台北工作 然后从事房产的工作 从台北内湖 新人一开始就做大概三年的一个工作 这样子 在年轻的时候上台北 总觉得 上台北就是要打拼要努力 所以很习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 虽然有很好的成绩 然后也达到自己的目标 但付出的体力努力也很大 常常觉得一个礼拜工作六天 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是很正常的事这样子 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 工作时间长 然后下班时间晚 然后坐席不正常 也不运动 再加上压力 所以体重啊 直线的一个上升 从一开始第一张啊 大概八十左右到 第二张大概已经一百了 大概已经 我真的到三位数 大概已经一百了 心仪可以做见证 然后那时候 就是 真的已经就是胖到一个不行 然后刚好公司有一个机会 是可以到那个上海的一个 工作这样子 外派到上海 然后可是到上海发觉 那个状况也没有改善 因着公司炒创 所以其实压力也比较大 然后也没有比较轻松 在那个时候大概 也一直维持 大概八十五公斤左右 然后那时候 在那边感谢神 神的带领 在那边认识了信仰 然后因着心里的祷告 真的是因着心里的祷告 我就莫名其妙开始运动 就真的很特别 在大概半年的时间 半年的时间大概就瘦到 大概七十五公斤以下这样子 七十五公斤到大概七十 然后也开始 一直有维持运动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 感谢神 神是垂丁祷告的神 不管是带祷的 或者是我们祷告的 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成就 一定会改变 然后但经过 这几年 跟着 随着神的一个带领 又回到第一线 又回到现在这一家公司工作 在这过程里面 也经历很多神奇妙的一个作为 但开始高雄的业务工作以后 好像还是习惯以前的一个工作状况 因为我以前是 三年的一个第一线的业务工作 后面都是大概在管理职 然后 好久已经没有回到那个第一线这样子 可是在高雄 还是 好像又回到那个以前的一个工作状况 然后 所以 自己把时间啊 分配得非常的不好这样子 总是 时间还有 那个 客户啊 都是一团乱这样子 但今年因着疫情 不能像以前这样子 随意的出国 也和家人讨论优先次序安排 所以 周日主日 这一段时间 开始觉得 应该就是把 时间空下来献给神 然后 也要有一天 平常日一天 或者是说 甚至两天 可以安排更多的时间 陪家人 或者回屏东 因为我的家人还没有信主 然后 这一周的时间 再扣掉开会 大概一个礼拜 只剩四天的一个工作时间 但相信神是智慧的神 祂是不务事 不务时的神 祂要我们学习 神的一个次序 祂要我们学习 可以顺服神的一个教导 所以 开始 自己把 时间顺序 归位以后 然后 开始 认真的去思考 什么是重要的 信仰是重要的 家庭是重要的 工作可能是排在他的后面 开始我也学习着 去把这样子的一个次序排出来 所以 开始 在第一支军队里面的操练 也看到 船道教导我们 要开始去排时间表 让我能够 开始去分 分别去 安排每一段时间 让我知道 我不要依靠我自己的体力劳力 还有时间来 工作 因为刚刚 也是排在预期节后面 我以前的工作也是 觉得自己的时间 体力 就是可以换钱 真的是这个样子 可是后来发觉 神有神的一个次序 神有神的一个时间 这样子 像今天本来 12点 也有一个客户要约 复看 像这种复看 已经是等了好久的机会 可是很神奇 早上8点多9点 就一个电话来 又改时间这样子 所以 真的有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筹划 会有自己的计算 可是我们相信 神他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安排者 管理者 他一直在教导我们 所以最后我的分享是 诗篇20章7节 有人靠车靠马 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 我们神的名 我们神的名 他是大有能力的 他是可以带领我们 征战得胜的 谢谢大家 刚听玉琪老师说 时间就是金钱 快点 时间就是金钱 好 来 我们最后一个金句 这个我们很熟啊 这个金句很熟啊 不要爱世界 好爱世界 可是神叫我们不要爱世界 来我们来一起 约翰一书2章15节 预备请 不要爱世界 那我们针对这段经文 我们崇恩要来跟大家分享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好紧张 好就是 我相信这句经文 就是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 因为我过去也是 也都知道这句经文 可是 就是一直觉得 一个疑惑就是觉得说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可是神却跟我们说 就是不要爱这个世界 因为 人若爱这个世界 就是 爱神的心就不在他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我就觉得说 这根本是 很强人所难的一件事 因为 我们也不是 不可能因此 可能像其他宗教一样出家 就是 因为耶稣也是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那直到今天 就是我查询的 这个原文之后 才发现说 就是所谓的这个 爱 是 针对无味格的事物 并且有争取的意思 因此 对我来说 就是 这句经文的操练 就是不要去争取一个答案 一个理 那 在这个月中 就是跟永勤姐 在开这个 四字班的会议的时候 后来那个 传道 他也加入 然后后来 又是讲着讲着 讲到 暑假 台东 营会的事情 然后后来 就是讲着讲着 后来发现 我里面 就是又有这个 莫名的这个怒气 所以 导致我会 想要去争取一个 清白一个答案 来证明 我 我不是传道所说的 就是 对传道的营会 没有心想要参与这样 那在 当时 我 自己的看法 是我虽然很不愿意 但是我愿意去操练以及突破 可是好像 怎么做都是被传道给全盘否定 即使自己付出的努力与行动 也得不着肯定 反而又再被说没有心 心中便是满了沮丧和失望 后来在写这次的作业的时候 我才明白自己还没有 这个能听的耳 不能够完全得顺服下来 因为爱世界的心还在我的里面 一方面 使我还会一直去想要争取 自己所认为的答案 去证明自己并不是别人所说的那样 二方面自己的天然人 也不想去过这种苦日子 特别是 那个时候遇到自己的生日 所以 就是 我发现我还没有 相互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 跟神说我错了 所以后来 就到神的面前 跟神认罪悔改 然后感谢主 感谢主的光照 就是告诉我说 就是不要一昧地去争取一个答案 去一个礼 然后去证明自己是对的 因为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 爱父的心就不在了 Amen 那我们最后 我们用这首的 在你护刀之处 我们一起来向神来做 跟神更多的回应 那我们一同站立 我们一起来敬拜 今天早晨 听了第一次军队 众家人的分享 我们再次的跟神来对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